蓝永林 钟正涛及彭建新等人 这天现身深圳主持动作仪式 讲到投资物业 世界各地都有房产的校长 应该也有不少心得吧 我1987年就30年前 我已经得了香港的商业奇才 所以这些都是虚荣 校长将会于8月 火拍歌神许冠节 一起举行演唱会 不过门票还未正式开卖 就已经开始在网上被炒卖起来了 我有点奇怪 我们的什么台 是四面台还是中央台还是三面 都还没定 那个厂里面的位置还没定好 外面已经说要炒网流 这太奇怪 要你们小心被骗了 因为我相信 出来我们说要开始卖票 也会引起空洞 因为许冠节也是第一代的歌神 所以出来会一定会有做一个 比较人家会抢票的情细出来 但是我希望我的歌迷 我们的朋友 不要随便铁铁铢流勾住 要早一点去排队 就好 另外早前在澳洲 鹰爬石柱拍照 而令左脚受伤的B哥哥 现在的伤势如何呢 那个是 不是工作的关系 是玩的关系 跟女儿玩 要爬上去撞到的 现在没事就好了 他比我还要痛 他觉得 他自己很心疼 但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安慰 因为女儿都那么关心自己 已经好了 拆了线了 伤是挺伤的 要看到骨头 看起来很恐怖 但是逢尘以后 现在拆线都已经很好了 没什么事情 不过工作没有停 对对对 对对对 每天都一起工作 对对过来吧 过来 跑掉了 跑掉了韩永玲跑掉 而出道至今 已经十八年的荣祖儿 近日就获忠实歌迷 用祖儿历年的歌名 改编了一首歌曲 作为礼物喔 觉得他很用心 而且 我觉得我歌迷都很有才 就是拿我所有的歌迷 来做这个创作 然后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 麻烦你别演戏 这一句话什么意思 我真的觉得是人生啊 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能的 我现在可能不行 不代表我永远不行 对吧 但是我真的觉得 这个命运推到我在到哪里 我也不知道 可能五年后我歌也不唱 戏也不演 可能我写书啊 你知道吗 真的不知道 所以就是那个 我觉得人生有很多可哨 可可可可能性 对 所以就 但是还是觉得它很有趣 能够为我写了一 就是一个 创作了一个 我觉得非常感动的一个 呃 那个歌词 对谢谢他 祖儿要争气一点啊 快点跳个好剧本 演唱好戏给大家看吧 那最近有哪位导演有找过你吗 没有 没有 没有关系啊 不过歌词里面还有这句呀 你会否想的 拥抱这个歌 这个我没有看到 我就只中的看着那个 麻烦你别演戏 下个月就是祖儿的37岁生日了 有打算要怎么庆祝呢 今天我的歌迷已经跟我邀约了 为我庆祝我的生日 然后到时候呢 就希望跟他们好好的 庆祝一下 然后就希望他们今年呢 不用送我那个生日礼物 因为我成立了那个基金嘛 然后他们把送礼物的钱 捐给我的基金会 然后我就会把它捐出去 我就觉得是最好的一个做法 然后庆祝自己的 十八九年的那个入行呢 其实那个刚刚过去的演唱会 其实已经是我给自己的一个最大的礼物了 那也是送给歌迷们的一份礼物啊 深圳报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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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